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宿舍。 那我的宿舍是在Barkstrad 23号。 Barkstrad,你听到是在鲁文的公园的附近,所以去公园当然很方便。 那我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宿舍吧。 那里就是我的床。 墙上我贴了很漂亮的花。 我是在IKEA买的。 那里就是我的桌子。 桌子上有我的电脑,我的有的书。 那里就是书架。 书架的旁边呢,你看到,就是我的衣柜。 我的衣柜非常非常大。 你看到,那里我放我的衣服。 那,这就是我的宿舍。 可是在这栋楼,还有很多别的学生,很多别的宿舍。 在我这一层,差不多有二十几个别的学生。 他们都有自己的宿舍。 可是我们的厨房、厨房、厨房、卫生线什么的都是公用的。 下边我们还有一个一个房间 是好像一个客厅 那里有一个电视 有的沙发 那可是我给你们看一看 有多少个宿舍在这里 那里看到有很多门 所以那里的门都是宿舍 后边就是我们的厨房 可是现在没有人 因为他们都是在学习 现在是考试的时候 可是我还想给你们介绍一下 一个朋友 他也是在这个 这个宿舍住的 一个别的房间 一个别的宿舍 可是我们是在一栋楼 你好 你好 她就是Joyce Joyce 嗨 她是我的朋友 我们已经认识了两年 那我想给你们看一看 她的宿舍 因为我觉得她的宿舍非常漂亮 比我的漂亮多了 那 看一看 看一看 她的墙上 就很多照片 很漂亮 那 她的床 就是 摆着 在 靠着 窗户 不是好像 我一样 那 她现在在学习 所以我让她学习 因为我也要去学习了 因为现在要考试 那说完了 再见